据韩国先驱经济8日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月及第一夫人金剑西 目前已搬入位于首尔龙山区的汉南洞的总统新官邸 8日一早 尹熙月首次从新官邸出发乘车上班 韩国政界认为 以本次搬家为袭击 开启了真正的龙山时代 未来尹熙月还将在新官邸内开启所谓的晚餐重置 据报道 韩国总统五方面8日在交开记者会时表示 尹熙月夫妇已于7日晚入住汉南洞总统新官邸 8日一早 尹熙月首次从新官邸出发乘车上班 但因当日有非公开的外部行程 尹熙月并没有乘车 直接前往龙山总统府 对于有记者问道 关于尹熙月通勤的具体路线等问题 韩国总统府则表明立场称 考虑安全问题无法对此一一确认 报道称 此前尹熙月乘车从瑞草洞私宅到龙山总统府上班的路程 约为10分钟 搬家后通勤路程将缩短至5分钟左右 韩国政界有人对尹熙月搬家至龙山区汉南洞一事表示 尹熙月在上任新一届韩国总统后历时6个月 终于开启了真正的龙山时代 此外 韩国政界还认为 以本次搬家为契机 尹熙月还将在新官邸内开启晚餐政治 所谓晚餐政治 是指尹熙月在新官邸内与各界人士进行非公开会面 并招待客人共享晚宴 以此作为国政运营的一种手段 报道称 此前尹熙月主要在龙山总统府内招待宾客 并共进午餐 但如果进行非公开会面 那么未来将会将见面场所转移至总统新官邸内 新官邸在原有建筑基础上 经过改造 设置了非公开活动场所和宴会厅 以便保护隐私 目前 韩国总统府正在对晚餐政治讨论具体实施方案 除政界人士外 还计划一次邀请经济界人士 社会弱势群体等客人到房新官邸 据报道 对于总统新官邸晚宴邀请的首批个人 有人预测会是包括韩国国会议长 大法院院长 国务总理 宪法裁判所所长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五人在内的五部要员 对此 韩国总统府方面则表态称 但目前为止 还没有决定何时举行首次晚宴 以及最先邀请哪些人士 韩连社称 此前 由玉盈希月将韩国总统府 从青瓦台前至龙山国防部大楼 位于国防部大楼附近的 汉南洞外交部长官公馆 被选定为总统新官邸 新官邸的装修改造工作 已于今年7月中旬完成 但因警卫保安设施尚未完全到位 导致入住日期被推迟 由玉盈希月 守秀 深厚 幸福 自行 序 自行 自行